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贡献不同 十大元帅间也略微有些区别 拿毛主席来说 在十大元帅里 他只称呼朱德 彭德怀 贺龙为老总 所谓从者 通常是指总司令 方面军司令的代表人物 以这种为标准 十大元帅里 除叶建英元帅 罗荣还元帅以外 其他元帅都当得上一个总字 朱德元帅在南昌起义之时 只是个公安局长 手里没兵 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当时的贺龙和叶挺 但朱老总在南昌起义失败的情况下 以崇高的个人魅力聚拢败兵 带着剩余部队上了井冈山 和毛主席会师 朱毛红军自此横空出世 但在看到毛主席的军事上的才华后 朱总司令自愿把兵权交出来 并把自己带兵打仗的经验传授给毛主席 让军事天才顺利的成长为军事家 朱毛红军也从井冈山上的几千人变成了百万的人民军队 朱总司令因此被称之为红军之父 从这个意义来说 叫一声朱老总是理所叮当 也心甘情愿 彭德怀元帅和朱总司令的经历差不多 他是自己拉起了红武军 然后看到井冈山根据地搞得有声有色 就把队伍拉了过来入了股 如果把当时的红军比作公司 毛主席 朱总司令 彭老总 就是当时拥有原始股最多的三位股东 虽不是平起平坐 也是地位相当 此后 朱总司令更多是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 辅助毛主席做出军事决策 而彭老总却是身先士组 一刀一枪地拼出了自己的功绩 从三军团军团长 八路军副总指挥 第一也战军司令员 扛美援朝时的总指挥 打败美军后威望达到最高点 彭老总是实实在在用刀枪拼出来的 贺龙元帅的话 因为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突出表现 大家对他印象不是非常深刻 但其实贺老总也是猛人中的猛人 南昌习义 贺龙是最大的股东 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当了总指挥 不过让毛主席心甘情愿 让贺龙为贺老总 主要也因为红军会师以后 贺龙坚决地站在了毛主席这一边 反对张国道的错误路线 会师之时 红一方面军有一万五千多人 而张国道所带领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余人 如果不是贺龙元帅的红二方面军 二万余人 坚决站在毛主席这边 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陈毅元帅也被叫做陈老总 但客观分析 其他人叫陈毅元帅 为陈老总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资格老 人缘好 但毛主席叫他为陈老总则不可能 因为自井刚山起 陈毅元帅就是毛主席的下级 资历和战功也比不上前面三位元帅 至于林彪 虽然战功卓著 但在毛主席看来 只是个小娃娃 不可能称其为老总 刘国成元帅则是传统的军人出身 为人非常严肃 平时下属们都叫他刘司令员 建国后则是元帅 何总搭不上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